而这一波电价调涨也让产业界的用电大幅增加 经济部为了推动产业节能 配合推出了技术辅导跟低利贷款 但是按照比例分配 中小企业只能够分到200亿元 另一方面近期之内也会有第二波 针对购买节能家电的补助措施 5月份电价就要上涨 节能议题受到热烈讨论 产业界指出节能减碳当然要做 但是电价也真的涨太多 6月到9月都是每年固定的一个 夏季巅峰的用电 我们每年也有在做这方面的一个 节能的一个对策 接下去马上夏季电价要到 对不对 那会不会同时如果两个又要挑战 夏季电价就是这方面 他们在负担上会造成他们很大的一个负荷 为了推动产业节能减碳 经济部准备举办多场业界座谈 也提供节能技术辅导 以及总额1000亿元的企业节能设备贷款 不过中小企业加速多 资金又缺乏 却只分到其中200亿 经济部长施言想解释 中小企业占总产值约两成 这是一比例分配 至于媒体报道的 5月中可能有第二波节能家电补助 施言想则与待保留 经济部指出低能源价格的时代真的已经过去了 从企业到社会都必须有这样的认知 政府更担心的是 未来国际社会更重视产品的碳足迹 台湾必须要加速产业转型 虽然可能有点晚 但是只要有新作就一定来得及 记者环如谢其文台北报道